大家我是Paul,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我們又是看一部電影,昨天也是今天又在看 那今天這個電影是已經上映了,在北美,在亞洲,在台灣 據我說好像是五月初吧,所以我們今天來做這一片 還真是還蠻,時間還蠻對的 那這部片的英文叫做Boogie,中文翻成不騎闖難關 英文完全沒有什麼難關,那這次你知道本來應該大概是闖難關之類的 那闖難關,打籃球,所以這部片 有時候英文片名多半可能一個字或者非常的歷所 可是中文都會把它翻得比較fancy一點點 像以前阿諾史瓦辛格的片一定有魔鬼兩個字在裡面 但你很久沒有看到他演戲了,因為他也老了,所以你不知道這東西 但總之啊,這個電影Boogie 我們要介紹這個電影主要的原因其實是因為他背後的那個推手 也就是他的導演 他的導演就是你知道有一個片叫做什麼,菜鳥星移民 菜鳥,菜鳥星移民 他的英文片,那個不是片對不起,那是個影集 那他的英文影集名字叫做Fresh of the Boat 其實Fresh of the Boat這個詞就是還蠻有趣的 我把它打出來給你看 Fresh of the Boat 這個Fresh of the Boat其實是一個加減上 他有一點點被經過了時間的洗禮之後變得比較不侮辱人 但是在以前來說Fresh of the Boat 是一個racially derogatory term 就是racially derogatory term 種族上來說還蠻污衊人的一個名詞 怎麼說呢,因為Fresh你知道這沒問題 那off the Boat就下了船 所以這都在講一下移民 那那些移民說不定都是非法的 你知道非法的移民才比較有可能搭船去美國 可能用中國到美國有點難 可是你如果今天講從南美洲搭船到美國 是不是就很簡單 所以的確很多的墨西哥人啊 反正就是南美洲的人啊 他們偷渡進美國的方式 其中一種的確就是用船 所以你如果說這個人Fresh of the Boat 你就在有點歧視的說他 這個人是個剛偷渡來的人 Fresh of the Boat 剛偷渡來的人 但現在已經把這個意思洗得差不多了 尤其他還出了一個這樣的劇 這個劇就叫做Fresh of the Boat 所以有點點自己取笑自己以前的家人 是一個剛剛他們不是偷渡的 他們真的是移民來的 可是你知道自嘲嘛 所以你大概懂我意思 那這個創這個劇的 這個劇基本上是Based on 一個真正的他的回憶錄 那你會覺得說這個人有什麼資格寫回憶錄 他年紀很大嗎 沒有他比我還小 可是因為他人生過得還蠻精彩的 所以他在三十幾歲的時候 就真的寫一本回憶錄 這本回憶錄就這本書 我真的有賣這本書 而且的確一夜一夜的老老實實把它讀完了 你看這翻的亂七八糟的 我裡面做了一大堆的筆記 然後這個書的後面的書背都已經 Break the spine OK好 所以他就用這本書 然後這本書就會做成了一個影集 所以這個台灣人的 台灣移民的第二代 他寫出來的回憶錄做成了北美的影集 你說屌不屌我覺得非常屌 而且他人生真的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 他曾經有過重傷害所以坐過牢 那應該是重傷害吧 還是反正另外一個什麼罪 不管不是重點 所以反正他曾經坐過牢 應該是少年監獄 可能不是成年後才發生的 所以沒做多久 然後出來之後 他又回到學校老老實讀書 然後當了一陣子律師 所以他其實很聰明 當了一陣子律師 然後到後來呢 他在紐約開了一家掛包店賣掛包 屌不屌 所以他很愛吃 熱愛飲食文化 然後把台灣的這個掛包文化 當成是台灣漢堡 然後在美國開了 在紐約開了一家店 在紐約這個大都市 大蘋果開了一家店 但後來我才知道 就是最近他好像是去年倒了 因為事實上pandemic的關係 沒什麼店能夠活得下來 尤其是餐廳服務業這一類的 所以倒了 那他兩本書我都有 他後來寫了一本 有關於他的這個愛情故事的書 叫double cup love 所以兩本我都看完了 好所以非常這個 他是我 雖然比我年輕 可是他算是我的一個人生 是可以look up to的一個 Is somebody I look up to 雖然我偶像嗎 我不喜歡用偶像這個詞 但我是覺得 他是很值得我尊敬的一個人 所以他拍了一個這樣的電影 of course I'm very excited about his new adventure Right into making movies 好所以下面的 我們等下會看到一些詞 包括有像是 這是他導演的初次作品 好那簡單這個詞 事實上好幾個說法 等下我看他有個有趣的簡單的說法 那這種電影呢 事實上就是 我不知道你什麼感覺 你光看這個劇照 你大概已經可以刻畫出 一大部分的劇情了 亞洲男子 想要在美國闖出一片 一片天來 還交了一個黑人女朋友 他們中間的愛情 當然一定非常非常多曲折的故事 然後可能會被其他黑人所賭籃 還是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他講的是闖籃關嘛 打籃球 後來有沒有成功 一定成功嘛 不然怎樣 或者程度上的成功了 總之電影 電影大概一定會有個 相對上的完美結局 然後他也非常 有一些 有一些非常stereotypical 或者就簡單說 typical的一些東西在這裡面 所以有一些刻板印象上的 或者有一些就是非常典型的 你看這男主角穿了一個 這個紅色的boss的一個牌子的衣服 掛了個玉佩在這裡 屌不屌 就非常的好 亞洲文化一部分嘛 然後你看到他背景很明顯 唐人街 和華人 就華人區 然後後面有個大飯店 Chinatown 所以好 所以我們這個故事 大概我們都已經 刻畫出一半出來吧 來答應你我們來看一下下面去說什麼 So as played by newcomer Taylor Takahashi Alfred Boogie Chin is a Queen's New York basketball phenom carrying the heavy burden of expectations placed on him 因為字體的大小關係 這邊會裝不滿 對不起我可能就把它再放小一點點 So he's a New York basketball phenom carrying the heavy burden of expectations placed on him by his Taiwanese immigrant parents 誰演的 and five hundred thousands of Chinese history 第一句要寫那麼長 所以就如同被這個人扮演的 所以這個角色呢 他現在在幹嘛幹嘛幹嘛 所以就as played 就如同被這個扮演 所以他這個電影裡面的新人叫Taylor 然後他 Takahashi明顯看起來是日本人 所以他演個台灣人之子 事實上他是日本人 所以他的名字是在戲裡面叫Alfred 然後他的綽號叫Boogie 所以Boogie就是他電影的名稱了 那為什麼 那Boogie這個詞你會不會想到什麼意思啊 我要解釋給你聽 Boogie就是隨著熱門音樂跳舞 所以熱舞一番 然後聽了是pop music 那你就在Boogie這樣子 那事實上 真的比較常用的是這個字嗎 我個人也不覺得 Boogie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有種藍調的音樂 那他的節奏滿快的 那個就是一個 那個就是Boogie 就像你找YouTube的話 你會看到很多那種鋼琴架 或之類的 他那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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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那個就是Boogie這樣 好 所以 他是一個紐約的Basketball Phenom 這個 Phenom 就 Phenomenon 就現象 那我們有多半天講說很厲害的一個人 很厲害的 很厲害一個新崛起的球員之類的 我們會叫他 Phenom 那他載著 carrying the heavy burden of expectations 他載著很重的期待 的這個壓力 所以burden of expectations 那放在他身上 被他的台灣的移民父母 placed on him all on his shoulders by his Taiwanese immigrant parents 以及五千年的中國歷史 and 5,00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這麼重的burden在他的肩膀上 然後呢 他就是在這個兩個選擇中 就是到底要去滿足父母的期待 還是自己去 找尋自己的人生道路呢 所以他在中間被撕裂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講說這種戲劇 或者是任何故事裡面的那種 角色的那種 心理的糾葛 我們就會說 而且是講到你要兩個東西 拉扯著你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這個人在is torn between ok 所以somebody is torn between y and z 所以他在y跟z兩個中間呢 整個被撕裂開的感覺 這個字就是tear這個字的過去分子 所以這個字變成過去式是torn 過去分子是torn ok 哇這邊放到比較後面一點好了 我們這個notes開始的時候 就這樣繼續下去 好 so he's torn between he's torn between what? following the plan they set on him ok 所以跟著父母對他的計畫 or charting his own course 所以這裡有chart his own course 這個片語我覺得很不錯 course是你自己的道路 所以chart就是有去畫 畫路 charting his own course boogie also has a major crush 所以他有一個喜歡上的人 單戀的人 所以crush這個詞 you have a crush on somebody crush這個詞很常見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常在課堂上整理的 so have a crush on somebody 或者這個somebody就是你的crush is my crush 就是我的單戀對象 Worse更糟糕的是 he must read Catcher in the Ride for English Class only to discover he has zero connection with Holden Caulfield the book's privileged protagonist 所以更糟的是 他也必須讀一本小說叫做麥田捕首 事實上是印象人生很大的一本書 所以為了英文課得讀麥田捕首 he must read Catcher in the Ride for English Class 但是卻發現到了 only to discover 所以這裡有一個就是 這個片子就叫做做一件什麼事情 only to be再接下去 這個是我們課本上 就補習班常常講的東西 就你做一件事情 卻料想不到但發生的後面這件事 我舉個例句給你看好了 例如說 我買了花要來送我的女朋友 結果卻發現門一打開 他跟別的男人躺在床上 so I bought flowers for my girl only to catch her in bed with someone else 大概就這樣一個句子 那買了花給我女朋友 only to catch her in bed with someone else 卻發現他跟人上床 所以這裡就是only to 所以他必須讀這本小說 for English Class only to discover 卻只有發現到 he has zero connection with Holden Caulfield 他跟後面的這個就是故事的主角 叫Holden Caulfield 是完全沒有關 就連結不起來 無共鳴 has no connection with the guy 那這個書裡面的這個角色 的確是來自富裕背景的家庭 背景的家庭 然後當然卻是 在故事中卻放蕩著自己 什麼之類的 好 為什麼說 這本書對我人生很大影響 以後再說 那我沒有來自於什麼 很優勢的家庭背景 但是這個Holden對於的一些 人生的一些看法 或什麼之類的 跟我不小心有什麼一些重疊 那以後再說啦 所以他是一個privileged protagonist 所以protagonist就是主角 所以像剛剛講到這部片裡面的boogie 也就是這個電影裡的protagonist 所以protagonist 這個詞就是主角 我們有時候會講到另外一個反派主角 所以一個故事裡常有一個反派主角跟主角嘛 所以主角的死對頭或之類的 我們在昨天的影片中講到的死對頭 叫做nemesis 那可是你也可以從protagonist 變出另外一個詞 叫做antagonist 或者我們時候就叫做villain 所以電影裡面的 故事裡面的反派主角 antagonist 或是叫做villain 那你要強調他跟主角對頭關係 你叫他nemesis 或者arch rival 連這樣的詞 事實上也能看得到 ok arch rival就是大敵 樹敵 所以你的死對頭 樹敵 這幾個詞都能用 所以anyway to top it all 然後我們再往上加 或者更重要的就是 he is clashing with his coach 所以他跟他的教練有著衝突在 over a team boogie cause hot trash 所以他跟他教練 在他們的對頭上 就他們的對頭上 就他們的對底上有著不同的看法 A team boogie cause hot trash 他們直接 他直接叫這個隊 叫做一個很熱的垃圾 ok so that abrasive attitude does the kid no favors with college recruiters 所以這樣的一種 很abrasive的態度 所以這個寫作的作者我覺得很不錯 他有一些詞 他用很常這樣見到一些詞 但他也用到一些我比較少見到的一些詞 所以這邊有個詞叫abrasive attitude adressive attitude abrasive attitude abrasive attitude 這個詞就有摩擦的意思 真的 所以像你的手如果去摩到門摩破了之類的 you embrace your arm 這樣子 所以他跟人家摩擦的態度 事實上對於深大學就沒有好處 因為他這樣教練可能就不是很挺他這樣子 All right 所以下面講到了導演的一些事情 我一直想看到 Direct 我剛剛少看一段混帳 所以難怪 難怪 難怪我覺得怎麼描述Eddie Wong的部分不見了 另外稍微說一下 他叫黃 黃怡明還叫什麼鬼 他中文名字我想的不是很起來 但總之他英文叫Eddie 那他姓黃嘛 所以你會想說這個不見了之後 黃嗎 可是說真的 我聽到外國人都念Wong 好像好像念成了Wong一樣 Wong 可是你又聽得到他裡面有一個Woo的這個詞 Wong Wong 所以這個就有點類似H不發音了 說真的 所以總之他的名字叫Eddie Wong 不叫做Eddie 黃 OK Eddie Wong 所以這裡我們回頭看一下這邊 In Boogie The Directorial Debut of Writer and Restorator Eddie Wong Flesh of the Boat 所以在Boogie這個片裡面 然後他豆點豆點加了一點補充 這補充的部分就是Directorial Debut 所以Director是導演 所以Directorial Debut Debut這個詞我們昨天的影片也有看到 所以其實你看學英文是算什麼的 你就會一直看到 類似的詞 在你的人生中一直出現 你今天看了兩次的這個電影的review 或者是電影的一些介紹 你就會看到類似的詞 所以 初次做導演 Director是導演 名詞 Directorial Debut這個詞你剛剛看過了 應該講 昨天看過了 就是初登場 所以導演的初登場 所以 Directorial Debut of Writer and Restorator 所以 Writer是作家 他的確是作家 剛剛給你看兩本書嘛 以及還有 餐館老闆 餐廳家 所以你知道Restaurant這個詞 可是有一個詞叫做Restorator 所以也就是 做餐館的人 所以我們也把它打出來 Restorator T-E-U-R Restorator OK 跟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 長得有點像 都是N-E-U 都是E-U-R做結尾的 所以 Restorator 跟Entrepreneur 這兩個詞 事實上這個詞 就這個 實業家這個詞 我都聽到不同版本的唸法 很多美國人就唸成Entrepreneur 可是 我有學生告訴我 會發文的學生說 這個就唸成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 隨便你啦 Alright 所以這邊說了 就Eddie Wong 他是第一次的導演 So the title character has a simple plan 所以這個 Title character 也就是主角 另外一個詞 Title你知道就是 他的那個電影名稱叫 Boogie嘛 所以這個Boogie的這個character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機會 一句話而已 Beat his high school basketball rival 所以打贏他的高中的這個basketball的敵人 那我們剛剛看到arch rival 是你的宿敵 Rival也就是敵人了 Secure an athletic scholarship 所以第二個他的目的 他能夠得到一個 穩住一個 就體育的獎學金 Athletic 是運動家的 運動方面的 Scholarship 就是獎學金 So secure an athletic scholarship and get drafted by the NBA 以及進NBA 被NBA選秀選進去 所以他的三個 簡單計畫 Easy Peasy Right 就很簡單吧 Easy Peasy 所以剛剛想 想要告訴你 簡單有很多詞 你講Easy可以 但是你可以說這個 很常見的形容詞 片語 Easy加一個 就故意押韻 Easy Peasy Right Easy Peasy 可是現在說 Well Not so fast 所以這裡有個詞 Not so fast 這個會接在很多很多的 就是聊天後面 常常就會接這個東西 你以為一件事情是你的了 這成功了 就這樣搞定了嗎 Well Not so fast 還沒喔 這樣子 手別那麼快喔 還不是你的喔 類似這樣的概念 OK 像我覺得有時候 中英文的翻譯 事實上是很惱人的一件事情 有時候我們講說想太多 怎麼想太多 你以為這是給你吃的喔 你想太多了 怎麼翻 我都有時候覺得說 你如果講 Not so fast 也是可以 You want this pie You want this coffee That I just made Not so fast 還不是你的喔 之類的這樣 好 所以Not so fast 這個片語也把它寫下去 讓你多學一下下 OK 所以 到這裡好像也說蠻久了 總之這邊繼續看下去 我們就看到 所以他寫了一個什麼東西 So working from his own screenplay One crafts a coming of age story That carries an art rating Even though its vibe is all ABC after school special 好 所以他寫出了一個 coming of age story 這就是我們要講的成長上的一個故事 OK 成年禮之類的一種概念 所以很多的那個美劇啊 或者是電影啦 像美國派這個系列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那也就是一種coming of age 這就是成長過程的 描述成長過程的故事 你就可以說這是一個coming of age story 但還有一個詞叫做 有個東西叫成年禮 你聽過喔 像在國外可能 一個成年的長輩帶你去看脫衣舞 或者真的進一個酒吧 坐在酒吧台前面喝酒 我們說那就是一個你的成年禮的過程 所以那個詞叫做right of passage 成年禮 成年禮 OK成年禮 right of passage 所以這多半就是 這多半不真的是一個 一個ritual之類的 一個ceremony 你要說也不是不行 但不是很正式的一個東西 總之就是做一件事情 而那件事情就是一個人的成年禮 這樣子 好 這是這裡面沒有的 多補充給你了 然後 我需要再給你看一下 最後我想講的一個詞這邊叫做二分法 哪裡來的 我剛剛有看到 但是我現在找不到在哪裡 yeah there you go 好 所以我們就直接再看最後一句吧 就像很多其他 就像很多這個青年人一樣 like most adolescents boogie faces a lot of challenges but it's conflicting by cultural identity remains at a slow boil under the surface 這句話寫得真的不錯 所以像很多的青年人 一樣 boogie面對了很多的挑戰 boogie faces a lot of challenges but it's conflicting by cultural identity remains at a slow boil under the surface 但他的這個 互相衝突的這個 雙文化的身份 so he's conflicting by cultural identity bicultural 雙文化的 又是華人 又是美國人 the identity remains 保持在一個 slow boil slow boil boil是煮開煮滾 所以在他的底下 表面下一直悶悶的在煮滾中 所以到後來當然就一定是爆了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 所以這裡就說了 remains at a slow boil under the surface under the surface就是在表面底下 而這兩件事情就是 又是華人又是美國人 and that dichotomy is something one knows well 而這個東西就是 Eddie Wong本身很懂得了 pending a genuine Asian American story inspired his by his own life 所以這個他知道 而且他就在寫著這一個 很真誠的 很誠懇的一個 Asian American story 而這個故事是 用他自己的人生被啟發的 由自己的人生啟發出來的 so painting 這個pending 就是writing pending a genuine Asian American story inspired by his own life 所以被他的自己的人生所啟發 所以這句話寫還蠻不錯的 然後反正這部報道 這個報道這個主要在講就是 他認為這個電影雖然說是 有非常能夠預測的一些劇情 但是他還是有他的重要性在 因為你知道現在 就是仇華的這個情緒非常高漲 所以他認為這個電影現在出現 事實上是很有正面意義的 and I very much agree with that so even though the movie plot is very very predictable and I can probably know the ending already or even know the process before even going to see the movie I will still support the movie 我說不定還是會買票去看 因為我覺得這個電影應該 反正我支持他 這是我的一個很喜歡的一個人 所以剛剛看到了dichotomy 這個詞就是這個一個東西的二分法 亞洲人又是美國人 所以dichotomy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詞 事實上是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東西需要二分 什麼東西呢 就你如果是一個政府裡的官員 你不能有一些政治上的依靈 你不能說我比較支持國民黨 比較支持民進黨 那但是你應該 屬於一個公務員 你應該需要完全公立 不是公立 中立的齁 你需要完全中立的 所以說這就是一個這個 polit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dichotomy 所以政治跟公共行政上 應該要一個很清楚的分開來二分法 所以這個叫polit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dichotomy 好所以這是一個比較難的詞 托福亞斯說不定有機會看得到 所以介紹一下給你 Alright 所以這邊回到這裡再看一次 剛剛跟你說這個句子 所以這個dichotomy 是Eddie Wong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 我很想把最後這個 剛剛講的這兩句話再讀一次給你聽 So like most adolescents Boogie faces a lot of challenges But its conflicting bicultural identity remains at a slow boil under the surface And that dichotomy is something one knows well Pending a genuine Asian American story inspired by his own life Alright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這一集 那說不定進一步 你可以在下週也進戲院看看這個電影 我知道這個電影在Rotten Tomatoes還是之類的 其實Rating並不好 因為可能也真的就是因為他的劇情實在太好猜了 他就跟所有的好萊塢的主流電影的一些電影的走向 故事的走向是差不多的 So very predictable plot So don't expect any surprises as you watch it But I hope you support our fellow Taiwanese boy Eddie Wong 我們明天見